那我们回到一个比较不八卦的题目 他其实现在很红 你看他都已经诞生450周年了 大家还是纪念他 他在当年有多红 老师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吗 就是人红就是会遭记 那其他的剧院的 一样做创作者的人 就会觉得 就会写一些比较不堪入目的话 来嘲讽他 只不过是突然的炸红 类似像这样的 其他很多的故事 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说 其实莎士比亚 其实都违反了著作权法 他其实把很多他看到的东西 然后直接做改编 篡改 有些是民间传说 对 他听来的故事 或者是当时的一些 比如因为伦敦当时 也开始有很多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他所听来的见闻 或他当时 比如说就像我们的三国演艺 《红楼梦》这样的一个经典故事 然后他就拿来改编 或者是所谓的 英国皇室的一些 一些国王皇后的故事 他也拿来做了一些登动 所以莎士比亚的强项在于 他总是能够把这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然后赋予一种心意 然后另外更精彩的是 他在描写人性的这一方面 就是人对于各种事情的 一种欲望 渴求的 这个东西的描写 也是非常细腻避震的 这是我自己在看莎士比亚 觉得很伟大的地方 觉得说为什么可以 可以洞察人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他对于那个人性的描写 不管是复仇的 爱情的 就是很多的面向 他都可以写得这么淋漓尽致 尤其是我们这次谈的人要演出的 哈姆雷 其实哈姆雷我们是在2005年 就演过一次了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段当年 2005年的时候的影片 好 你认得我吗 哈姆雷 太清楚了 你是卖鱼的 不对啊 哈姆雷 那我倒希望你有这么老实 老实 是啊 先生 做个老实人在如今这个世界 可以说是万中才选得出乙梗呢 那倒是一点也不假 好 来来 老师跟我讲 来 说 你要我们怎么说呢 随便胡逞下来都可以 你们的表情已经承认了 因为你们还有联储知心无法掩饰 我知道是好心的王上跟王后亲你们来的 那有什么目的呢 那就你们来告诉我咯 说话 母亲 怎么了 哈姆雷 大大冒犯了你父亲 母亲 您大大冒犯了我父亲 少来这一套 你的回答很无聊 去您那一套 您的问题肯恶毒 怎么了 哈姆雷 现在又怎么了 你忘了我是谁的吗 没有我发誓 没有 您是王后 您丈夫的弟弟的妻子 而且何妻不信您是我的母亲 你好吗 美丽的姑娘 好 因为上帝保佑你 他们说啊 猫 什么意思愿到师父的女儿 主啊 我们知道自己的现在 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 愿上帝与你同袭 你的尖酸刻薄到哪里去了 你的玩笑呢 你的法戏呢 你那令人哄堂大笑的 威胁本事呢 没留下一个嘲讽自己 连着嘴的模样 这个锤都上去了 刚刚那个男主角手上 他是拿着那个 Digital Camera 他在拍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样子的手法 好 其实有 其实莎士比亚在当代 大家都说 怎么样让莎士比亚 变成当代人 怎么样去当代画莎士比亚 那我觉得当然 不能说这么粗浅的 是说只要穿上现代的服装 他就变成当代人这样 那我其实我们这一次 其实我们在时代感上面 其实是很刻意模糊的 因为如果你看演员穿的服装 就觉得那个时代 不可能有Digital Camera 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Digital Camera 是因为Hamlet 本身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他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些 如果去Google一些Hamlet的剧照 或者总会出现这个王子手上 不是拿着一本书 就是拿着一颗骷髅头 然后那因为他其实在剧本里面 台词他也说 我的记事本这些东西 他把他周遭所看到的东西 或他所发生的事情 对 他所在思索的一些事情 他会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是把他的这个笔记本 自换成一个CAMELA 这样子 那其实这次观众如果进来看我们的Hamlet 你会发现在舞台上 你会看到三台Monitor 然后Hamlet在演出的过程里面 会不断的用CAMELA 去拍摄 比如他跟他的属父的争吵 母亲的争吵 或女朋友的争吵 或他最要好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 那你其实可以看到Hamlet 用CAMELA CAMELA有点像是一种武器 也在逼迫的人 你面对CAMELA 然后你再跟我讲话 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 都在欺骗他 对 然后你看了CAMELA之后 你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 然后你的眼神 其实当我们把镜头 Close up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有看到眼神上面的 比如说闪烁 然后其实那个说谎的成分 就大家观众就一目了然 对 但是这一次的Hamlet 其实也做了很大的改编吗 跟上一次 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Hamlet的特色 对 其实05年跟08 跟今年的Hamlet 其实有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除了当然是这次演员 卡斯都不一样 那这次的演员也是 我自己觉得是台湾当代剧场里面 一群我很欣赏 然后非常优异的年轻演员 包括谢云轩 包括李少杰 林子恒 林佳琪 然后主电影 我们都合作过 然后我都非常喜欢他们 然后我来看过牌的人都会说 这种卡斯真的是难得一见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 因为刚好这次的女演员 谢云轩跟李少杰 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女演员 那其实Hamlet里面 对于两个女性角色 就是王后 格楚 跟Hamlet的女朋友 Epheli 其实都某种程度 都把她边缘化了 就他们的戏份都没有那么重 可是因为这一次是找了两个 这么棒的女演员 其实这一次我其实把这么边缘化 所以会为他们两个加戏吗 加了不少 让Hamlet跟他母亲之间的冲突 跟他女朋友之间的冲突 然后包括他女朋友最后发疯 这件事情我们都加了一些原剧本里面 没有写出来的东西 但是我们用画面用歌曲 把它补强了这样子 所以就会让观众再来看这出戏的时候会 可能你之前可能看过的Hamlet的版本 或你在读剧本的时候 你对于这些角色的想象 可能来看我们Hamlet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怎么会这样处理 怪怪的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哇好棒喔 可以这样处理我都没想到 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也很期待观众进来 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的看法 对 其实05年的时候的主角是蔡博章 这次的主角是魏俊展 魏俊展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实力派的演员 是 这次他要挑大两眼Hamlet 他自己就说台词真的超多 然后很努力地去背 尤其是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台词 对 因为是诗写的 它不像一般日常的口语话这样 我们来听一下魏俊展怎么说 好的 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嘛 那所以他的东西都会押韵 那翻成中文之后 当然洪教授也会去找一些韵脚 所以就变成长篇独白的时候 我们就要处理 其实你在念诗 那你在念诗 可是你要演得像是人在说话 人的一切行动 你的尖穿客服哪里去了 你的把戏呢 你的歌喉呢 你那令人哄堂大笑的会写本事呢 没能留下一个来嘲弄自己 裂着嘴的模样 所以你就要把他的 华丽的词早拆解开来 然后里面还有充满各种比喻 他可能用五六种比喻来讲一件事情 对 然后每一种比喻的层次 然后以及到底内心的转折是什么 为什么这是一个人说的话 而不是单纯好像党兽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老师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魏俊展 我觉得他瘦很多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都还蛮 其实哈姆雷的演员 都很 都觉得魏俊展很可怜 因为他的台词大概是所有人的数倍之多 对 就是如果一个剧本是六十页的话 哈姆雷的台词大概三十页 一半 一半 几乎 所以对魏俊展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就我们都看了一样说 可能把他未来五年要背的台词 都一直背完 对 那俊展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因为我2011年跟他合作了一个 契可夫的作品叫海鸥 那海鸥他演一个所谓的年轻的作家 那其实契可夫里面 也用了一些哈姆雷的台词进去 原因是因为这个年轻作家的妈妈 也是一个很伟 当时很有名的女演员 然后他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他把这个男朋友带回来 所以俊展演的这个年轻作家 就会很不爽 所以有点像哈姆雷的情节 就是妈妈很快的就改嫁了 然后所以 所以当时2011年 我在跟他排海鸥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心里就想说 如果可以下午演海鸥 晚上演哈姆雷 然后都是同一组演员 应该是蛮精彩 他的情绪很相连 对对对 就其实是有一种 一种三百两百多年后 契可夫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其实也在呼应 哈姆雷里面的某部分的情节 然后当时就觉得 如果微俊展来演哈姆雷 应该可以给观众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老师你这么早之前 就找好了这一出的主角了 对对对对 但当时都没有跟他说 其实本来的计划是要先做鲤尔王 是要找谢宜萱先演鲤尔王 是 一个女的鲤尔王 女生的鲤尔王 对对对 那因为谢宜萱 是我在返回里面看到他的一些特质 我觉得他演鲤尔王有鲤尔王的某种有趣的东西 所以本来是这样 但因为档期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说 那就改做哈姆雷 那当然直觉就一定先找俊展来做这件事情 对 老师那我要插一下题 所以你真的会做谢宜萱演鲤尔王这个戏吗 会啊 如果谢宜萱 档期敲得过来 对档期敲得过来 那哪一天他的时间可以空给我 然后还有他准备好了 谢宜萱真的是剧场女神 我必须要说 所以老师要让他演鲤尔王 我相信是会有很多人想要排队买票去看 希望 对啊 就看他哪一天准备好了 然后他想要挑战这个角色 所以我自己会想要问莎士比亚 为什么第五幕写起来都是这个样子 原因是什么 我还蛮想知道的 翻成白话一点说就是 莎士比亚你为什么 第五幕都写得这么草率 然后虎头蛇尾这样吗